磨都是外地游客给西安的爱称 在这个磨可加万物的碳水制成 肉夹磨绝对是人们品尝城市风味的首选 今年69岁的联手柱 是陕西省飞夷项目西安肉夹磨代表性传承人 在采访现场 他先记者展示着西安肉夹磨的制作记忆 西安肉夹磨是白鸡膜与腊脂肉组合而成 白鸡膜的这个感官 感官就是金圈虎背菊花心 外酥理论这是他的特点 麦香味十足 腊脂肉是香糯 回味无穷存此留香 联手柱称 制作白鸡膜需要进行发面 揉面 擀饼 烙花 烤制等流程 腊脂肉多用类条肉 先卤后煮 然后用小火焖熟 整套流程下来需要十几个小时 近年来随着中国民众的口味 逐渐多元化 西安肉夹磨也衍生出了青椒 剁椒等版本 并引起不少讨论 在学习制作正宗西安肉夹磨 已有四十余年的联手柱看来 这些新鲜吃法代表了食客的喜好 和市场需求 传承人应该守住老记忆 拥抱新潮流 如何让西安肉夹磨走出去 是联手柱一直尝试的事情 然后我在八十年代 把它带到国外去了 这是穆斯林国家 他们不吃大肉了 我就加当地的迪格里斯烤鱼 在土耳其加烤肉 这个时候我觉得老外挺喜欢 咱们的中国美食 联手柱告诉记者 肉夹磨属于烘焙食品 跟国外的汉堡 三明治等事物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经过海外市场调研 他觉得西安肉夹磨 具有飘洋过海的势力 目前为止 已经有十七八个国家 来跟我们谈这个事情 我们也因为 他们这些国家的需求 也做了相应的配方变化 要适应当地人的口味 这是第一 第二个 从工艺上也有些变化 比如我们也有海外版的西安肉 就是把汉堡和中式的油酥打在一起 打成一层一层的 这个就代替它的汉堡 春节过后 联手柱将赴英国等地考察市场 为西安肉夹磨寻找更多落地生根之地 他表示 肉夹磨是古城西安的金鸣片 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 一尝到肉夹磨 就能联想起中国的东方文化 想起西安的丁马勇 城墙和大雁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